台湾政府明令禁止大陆干香菇进口台湾 但是因为大陆菇价格每公斤只要两三百元 台湾菇每公斤上千元起跳 才会有不效的业者混冲了大陆菇假冒台湾或是韩国菇 欺骗消费者谋取暴力 而业者利用了小三通的旅客从离岛金门 每个人携带少量的大陆菇入境台湾 只要数量不超过标准就不算是违法 根本就是变相的走私 而记者走一趟抵话街 了解目前香菇市场的行情 也问了主管机关财务部官务署 他们强调该抓的都有抓 未来会加强查气 都很贵 现在香菇都是涨了 本来是这种东西都是八百块 现在都涨到一千二 一千都没有赚头 这也是台湾 台湾的是台湾 走一趟迪化街南北干货店 一代又一代的香菇随刻挑选 产店源自各国但价格都不便宜 台湾菇和韩国菇每公斤一千元起跳 日本菇最贵 美金要价至少两千元 这种应该要是给我 不 坐旁边 我会看看 政府命令大陆干香菇禁止进口台湾 但中国菇每公斤只要两三百元 和动辄上千元的台湾菇相比 价格相对低廉 价差达三四倍 就由不销商人游说旅客 携带大陆低价菇入境台湾 一人带一点点交给特定人士 鱼目混珠 混从台湾或韩国菇赚取暴利 消费者花钱当冤大头 如何分辨香菇产地行家告诉你 韩国菇是比较黑 我们日本菇是比较白 也不会很白就这样子 我们台湾的香菇就是这样 比较漂亮就是 就是看起来一看就知道 是台湾的香菇 镜头拉到金门机场 内外都有远景加强巡逻 记者直击香菇前客踪跡 在一堆大包小包的行李当中 果然看到来自厦门的香菇 那是有人委托帮忙带的吗 旅客急忙否认 都是要自己用吗 都是要自己用对啊 要自己吃的啦 要自己吃的啦 不是帮人家带的 不是啦 要自己吃的啦 循着小三通模式 从大陆带每人不超过1公斤 从里岛带每人不超过1.2公斤 就没有违法的问题 根本是变相走私香菇 光是今年1到11月 小三通旅客在各机场 攜带中国菇 就抓到超量2200公斤 海关抓不胜抓 进来以后有可能监客 去把它收购 然后再转售土利 我想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因为香菇我们同意 放官进来的话 原则上是限定理客来自用 那是不能转售土利 有心人士以化整为零的方式 转售大陆干香菇 一旦被海关抓到 依照海关砌丝条例 除了没收还会处以货价 一到三倍的罚缓 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部分业者钻法律漏洞 前客横行机场 就算政府加强查契宣导 恐怕还是难以杜绝 投诉中心采访报道